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美两国正逼近断交边缘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文指出 这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战的一次 拉锯之下谈判无果 结果无期 僵局会如何突破 乌克兰的危机 俄罗斯的包袱 最后会成为谁的噩梦 俄乌冲突的结局是终点还是序幕 看风云变幻 近在空间观测 大家好 我是宋中平 今天我们把卫星继续对准俄乌战场 今天是俄乌军事冲突满月 空间观测 有图有真相 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聊的是 俄乌军事冲突满月 这里面其实我们和大家要谈到一点的话 就是俄乌军事冲突已经过了一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消停 我们本期节目也是在直播互动 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凤凰网凤凰秀 包括抖音来和我直播互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我相信各位朋友和我一样 心情都比较沉重 东航播音737客机坠毁 这个事情让我们牵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 确确实实的话这是一起悲剧 我们这几天也把卫星对准了相关的区域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这就是腾线 这是我们22号 23号获得的卫星图片 那么在22号的时候 基本上完全是被云所覆盖 到了23号的时候 这个云雾就更厉害了 所以根本通过卫星 没有办法获取到相关的图片 可能大家所看到的这些分层的图片呢 其实说白了 它都是来自于 所谓的无人机来做的照拍 这是我们这几天 一直把卫星都对准了 相关空难的现场 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是我们早期所获取的卫星图片 大家来看 这个是腾线 那么这一块呢 这一块就是事故所在的区域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区域面积也比较大 而且这里面 你看山路很窄 山路非常的窄 也就是我们的救援队伍 无论是武警官兵 还是一些志愿者 还是其他的一些民兵 都已经参与到了整个搜山的活动 也希望能够找到幸存者 也希望能够尽快地收集到黑匣子 从目前来看的话 只拿到了一个黑匣子 也就是苍蝇记录仪 还有一个飞行记录仪还没有拿到 这个范围也非常之大 而且现在也指出 在距离事发这个点 十公里之外 也有相应的飞机的残骸 这就表明飞机在高空 有可能会出现部分的解体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武警官兵 包括其他的民兵 志愿者 也能够尽快抓紧时间 毕竟这个地方 现代化的一些工具 是没有办法来使用 基本上主要是靠人力 来进行搜救 以及残骸的搜集工作 我们是不希望看到 这样一个悲剧发生 也希望能够尽快找到黑匣子 举一反三 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为MU5735航班祈福 适者安息 生者坚强 好了 我们下面换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俄乌军事冲突满月 那么满月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究竟会发生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我们继续来看 在整个俄乌军事冲突过程中的话 这些城市也是争夺的焦点 而且利沃夫 现在也成为俄军重点攻击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要攻击利沃夫 其实道理很简单 利沃夫这儿有国际机场 这个国际机场将会和外界联系 国际军员将会通过这个机场 来给乌克兰政府军 提供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 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会打击利沃夫 包括其援军所在的机场 那么在本周呢 有一些比较大的军事冲突 一个是发生在马里乌波尔 还有一个是在基辅旁边的 安多诺夫机场伊尔平 以及切尔纳格夫 包括哈尔格夫 昨天晚上也出现了爆炸 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提一点的话 就是比尔江斯克 比尔江斯克比较特殊 它已经是被俄军控制的一个港口城市 但是在昨天这里面 连着发生了三声爆炸 那么从目前所掌握的消息来看的话 是俄罗斯的军舰 1155型的坦克登陆舰 在这个地方被击中 甚至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和大家所提到的一点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具体的一些图片 首先呢就是基辅争夺战 究竟有哪些问题 这个是2月28号的照片 还有3月22的照片 这个地方有一个迪涅伯河的大坝 这个大坝呢 现在由于泄洪 你看这边已经成为了一片泽国 开始的时候 这边还都比较安全 但是现在已经 由于泄洪之后的话 成为一片泽国 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乌克兰军队的考虑 就是要迟滞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通过泄洪的方式 把大片的土地和农地 都把它淹没了 这个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是扎洛伯奇田地 以及伊尔平相关的流域 你看这个大坝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整个河床 现在呢你看这个大坝 已经泄洪之后的话 导致这都是洪水所覆盖的区域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为了迟滞俄军的进攻 同样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安东诺夫和伊尔平和这附近 也是洪水把这一片完全覆盖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安东诺夫机场 这个地方也是俄军 必须要夺取的一个重镇 现在无论是伊尔平也好 安东诺夫机场也好 基本上都是在俄军的 控制范围之内 下一步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的就是要想办法 拿下基辅 这个就是伊尔平受损和燃烧的 这些建筑物啊 所以战争战争 倒霉的就是老百姓 尤其是乌克兰的老百姓 再来看一看 靠近基辅的桥梁 现在也在扩建 这是基辅 这个地方有一个桥梁 被乌克兰军队之前给炸断了 现在呢俄军呢要修复这个桥梁 修复桥梁之后的话 就便于自己快速的机动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重兵已经开始集结在相应的区域 包括俄罗斯东部战区的司令已经来到相关的区域来指导整个基辅的这种攻防站 来看一看凤凰网友有这么一个问题 说按理来说俄罗斯发射导弹摧毁机场是很容易的 可乌克兰空军为什么到现在还能够升空参战 是俄罗斯的卫星找不到他们的机场吗 其实里面有一点原因呢 就是在利沃夫还有大量的战机 而利沃夫呢 之前并没有作为一个重点打击的军事基地 这里面有不少战机 美国媒体说俄军时期低落 都把坦克装甲车开到了树林里躲起来 躲避乌军的打击 想问一下 以现在的卫星技术躲到树林里有用吗 是不是还会被卫星看到 美国人在给乌克兰军队提供情报支持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俄罗斯卫星能够发现欧美援助的物资通道吗 要是能发现俄军为什么不去炸他们 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呢 俄军现在正在做相关的努力 不是没有干 而是不断地在干 这个叫西门武僧说 能够通过卫星确认俄国的战火吗 俄军每天公布的战报比较迷糊 好多战报一起加起来 比乌克兰装备的数量要多得多 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之前在伊拉克战争 海湾战争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很多目标是假目标 还有一些是充气目标 所以你打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加起来的话 发现真是比真实的数字还要多一些 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 再来看 这个是在白俄罗斯 俄罗斯有地面部队在这进行集结 大量的军车在这集结 白俄罗斯是俄军夺取基辅的 重要的后备军事基地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 城市争夺战 这里面所体会出来的 一个就是俄军现在在搭福桥 在哪儿搭福桥 在这个位置 这儿就是马里乌伯尔 这边是基辅 你看在这儿搭福桥 搭福桥的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能够控制这边 这边是敦涅斯克 这边是卢干斯克 有了福桥的话 就能让自己的集结化部队 能够跑得比较快一些 这是马里乌伯尔 大家看到了 有很多民用的建筑都出现了燃烧 以及被炮火击中 这个是马里乌伯尔的工业区 这是我们3月22号获得的相关的照片 还有的 这是马里乌伯尔附近 俄罗斯所部署的各种各样的火炮 重器 这是在马里乌伯尔附近 而且马里乌伯尔现在已经被车臣军队完全控制 包括卡德罗夫就说 我已经占据了马里乌伯尔的行政大楼 包括马里乌伯尔的市长 昨天已经离开 这是亚苏海北部的马里乌伯尔的剧院 你看也是被炸掉了 所以战争啊 战争就是一个摧毁破坏啊 这是另外乌克兰的北部地区的一个城市 切尔尼格夫 这是工业区 也是遭到了炮火的打击啊 包括还有一些民宅也就在附近 同时这也是切尔尼格夫 这附近呢 你看有很多的弹坑 而且旁边呢 也都是住宅 我反复的来强调 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战争 最后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啊 这就是利沃夫机场的一家飞机制造厂 你看 这儿有一个飞机的一个维修厂 后来呢被夷为平地 刚才有朋友在问问题的时候 大家来看啊 这儿有很多的战机 这个照片是我们3月15号所获取的 这个时候在利沃夫机场还有大量的战机 这里面呢 有些战机呢 你看这是苏两四 这儿还有苏两七 这儿还有米格29 所以作为乌克兰来讲的话 把一些战机已经集中到了乌克兰西部地区 来作为隐藏 所以现在为什么还会有一些战机升空起降 就在于此 我们来看这儿还有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说明的是什么 也就是现在不仅仅打军事目标 也开始打这些交通目标 包括这是铁路 铁路也出现了被轰炸的状态 打铁路对乌克兰军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你的交通补给 可能通过铁路运输将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战争就是破坏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俄军的军事打击 其实和美军还是不一样 美军无论是对科索沃 还是南联盟进行打击的时候 是军用目标 民用目标一起打 它不管这么多 而俄罗斯的基本上 还是以打军用目标为主 这就是美俄军队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最新的一些消息 还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和照片 稍事休息 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再聊 俄乌军突进入到第四周 战火仍未停息 俄国防部飞安人科纳申科夫19号证实 俄军在18号利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西部伊万弗兰科夫州 一个储藏乌军导弹和航空弹药的大型地下仓库 20号俄国防部有表示 俄军当日从克里米亚向乌克兰南部 再度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并摧毁乌军以大型储游设施 据了解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一款空射型武器 主要由米格-31战机搭载发射 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10倍 足以穿透世界上所有防空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称 其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导弹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 俄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美国防长奥斯汀 在被问及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 高超音速导弹时则表示 他不认为俄罗斯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会改变游戏规则 他反而认为俄方此举意在重振俄军士气 而据多方消息来源 乌克兰防空系统仍能给予俄罗斯 空中力量以沉重打击 分析人士称 这与西方先进的地对空导弹 不断送入乌克兰有重要关系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说的是谁 美国防长奥斯汀 那么这款匕首呢 它叫高超音速导弹 也就是它的射速可以达到 九倍音速甚至更高 那么这就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对方无法拦截 你像奥斯汀所提到的说 它并不是一个 什么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 它其实能够改变游戏规则 关键在于别人没法拦截 美国现有的爱国者萨德 还有标准导弹 是没有办法拦截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这难道不就是改变了战场规则吗 拜登有一句话说的还倒比较在理 说这个导弹无法拦截 所以军方的人士说外航话 结果拜登说了一句内航的话 看来也能看出相应的门道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北约 美国以及俄罗斯如何来排兵布阵 下面的战事又会如何发展 首先来看 这有一个图片 俄罗斯近日是发射了一颗通讯卫星 如果要是俄罗斯缺少了这些通讯卫星 作为数据链的支撑 将会导致俄罗斯的军事指挥体系 将会陷入到瘫痪 所以俄罗斯打造了一套完备的军事指挥体系 尤其是军事通讯卫星也是至关重要 另外再来看这儿有个消息 也就是乌克兰武装部队说 暂时失去亚素海的控制权 亚素海真的太重要了 另外就是乌克兰现在在黑海部署水雷 现在俄罗斯是发出警告 为什么会部署水雷 就是因为要迟滞俄罗斯黑海舰队 但是也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俄罗斯在黑海的海军登陆舰 在这儿 为什么要在这儿呢 看看这个地方 奥德萨 奥德萨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一个港口城市 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是势在必得 现在也处在缠斗的阶段 所以黑海现在基本上 是控制在俄罗斯的手里 这个是亚素海 亚素海也控制在俄罗斯的手里 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呢 首先呢我们知道俄罗斯现在把自己的导弹舰部署在黑海地区 比如这是奥德萨 这边是其他的 马里乌波尔 它可以在这儿直接来发射口径弹道导弹 你看 这就是要发射口径弹道导弹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卫星图片能看得出来 有一道尾焰 这个尾焰其实指的就是发射口径导弹所发出的尾焰 但是就在昨天 比尔江斯克出现了一件悲剧 为什么 这个地方我刚才已经提到出现了三次爆炸 那么俄罗斯的一艘坦克登陆舰在这个地方看来是遭到了乌克兰的劫击 但是我们明白一点的话 这在哪儿 这就是在亚素海啊 比尔江斯克就是在亚素海啊 说明俄罗斯对亚素海并没有实现完整的控制啊 亚素海在这个地方确实实实还算是比较封闭的海 俄罗斯都没有把它很好的控制 还有一方面的话我们要知道现在美国和北约考虑要给俄罗斯对手 也就是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反舰导弹 不再是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 对俄军所带来的压力将会更大 拜登现在已经去了布鲁塞尔 还会再去波兰 你看美军的伊斯币这个是末日战机 已经是随行来到了英国 已经到了英国 另外还有两架空军二号 不是空军一号 空军二号也是随行来到了相关的机场 那么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就是随行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去哪儿 他也会跟着去哪儿 跟着拜登走 那么作为俄罗斯空军来讲的话 图214SR 这也是俄罗斯的末日战机也起飞了 既然美国的末日战机起飞的话 俄罗斯的战机也会起飞 所谓末日战机的话 就是战略司令部 以及火箭兵所需要用的飞机 它可以指挥战略导弹潜艇 以及陆基的核导弹 我们来看下面有朋友在提问 你看这个叫又不乖 说话重点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究竟是谁导致这么寒 大家应该很清楚 百夫长就说 美国在空火确实如此 燕紫花开说 华尔街笑得太早 不久他们的富贵 就是纸上富贵了 其实我们知道 美国确确实实 在有些问题上的话 是始作俑者 萨尔雷龙雷就说 谈谈北约峰会的联合声明 一会儿我会和大家 来谈这个问题 另外罗本说 兄弟东风41成本多少 这个呢 我就是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战争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这是来自于科技强国 你的名字就表明 你说的对 战争确实是促进了科技进步 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 都会首先应用于战场 那么作为法国的航空母舰 在哪呢 在这儿 爱奥尔尼澳海 包括美国的杜鲁门号 也在相应的位置 还有信息表明 就是意大利的航空母舰 也在这个地方 看来北约的三艘航母 已经集结在相关的海域 这是我们来自于 23号的图片 那么英国皇家海军的 伊丽莎白在哪呢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现在是在苏格兰附近的海域 另外还有一艘 威尔士新王号在哪呢 在挪威附近的海域 也就是在波罗的海附近 同时我们再来看 一个不好的消息 波兰很积极 波兰现在就呼吁 说要想办法 向乌克兰派遣 北约的维和部队 波兰自己已经准备了 一万部队 准备要向乌克兰来派遣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美国有点纵容 美国说 不要以北约的名义进去 但是你进去我支持 而且还有其他个别国家 波罗的海的国家 有可能也会加入 北约的维和部队 进入乌克兰 但是我们知道 拉夫罗夫已经放出了硬话 说只要你敢向乌克兰派遣 维和部队对不起 我将会重点打击 如果真这么干的话 很担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爆发 如果要是波兰把军队派进来 俄罗斯打了波兰军队 那么北约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把末日战机开到了英国 这难道不就是本着一场核战 来开始的吗 所以人类将会陷入到 真的是1962年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人类的一场新的危机 没有人希望这么做 我们下面再和大家聊一聊 日本现在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然后俄罗斯就进行反制 反制最佳有力的就是在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问题上来进行反制 日本首相强烈抗议 俄罗斯单方面停止日俄缔节和平条约 看到了吧 俄罗斯这就是对日本的一个反制 日本的软肋就在于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北方四岛 这就是北方四岛 也就是南千岛群岛 在哪呢 它是在千岛群岛的南部 要不然怎么叫南千岛群岛 这个面积有多大呢 加起来大概是5000平方公里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小岛 池武和瑟丹 加起来的话 占整个岛的面积是6% 之前叶利青的意思是 把这两个小岛还给日本 这两个大岛就算了吧 但是现在俄罗斯已经修宪 修宪的话 就是所有的领土一寸都不多 一寸都不能割让给其他任何国家 所以这样一个和平条约 其实在俄日之间已经不存在基础 那么俄罗斯退出相关的谈判 一方面施压 另外一方面的话 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去谈 这里面我们不得不说 泽连斯基天天说 普京咱俩见个面 咱俩见个面 好好的去谈一谈 究竟泽连斯基想见普京说什么 我们下面看个短片 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要求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会谈 而俄方则表示时机尚未成熟 20号泽连斯基在接受CNN采访时 再度表示 已经准备好与普京进行谈判 而此前3月17号 普京就曾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通话商讨俄乌局势 并开出停战条件 表示有意同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判 据埃尔多安发言人称 俄方的停战条件分为两类 实现前4项对乌克兰来讲并不难 其中包括保持中立 不申请加入北约 经历非军事化过程和去纳粹化过程 同时在乌克兰境内 俄语需得到保护 而至于难点所在 土耳其发言人则表示 普京许同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判 已就涉及乌东顿巴斯地区 以及克里米阿的地位等问题 达成协议 现在普京不想见泽连斯基 他认为我见你没有用 因为你背后是拜登在指导你和我进行谈判 那么现在已经是满月了 俄乌军事冲突 存在的问题 俄乌两国的谈判受阻 一方面的话 就是泽连斯基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所以谈判的话 并不是泽连斯基说了算 泽连斯基也在考虑 如果要接受谈判条件的话 必须要全民公投 另外就是俄军总体的攻势放缓 但是在基辅 以及其他相关的区域 有可能会爆发恶战 北约领导人 在昨天和今天召开会议之后的话 再次要提出来 对乌克兰加大军事援助力度 这就是火上浇油 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力度 也在不断地加码 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基本现实 俄乌军事冲突 现在也在不断地持续 而且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结束 这个是卫星捕获到 在菲律宾海的 林肯号航空母舰 美国在欧洲挑衅俄罗斯 其实在中国附近 也在挑衅中国 我们不得不说一点的话 就是乌克兰 国家安全和前途命运 到底该怎么办 应该是交给乌克兰老百姓来选择 交给乌克兰政府来选择 域外的国家最好 不要参与乌克兰国家安全 以及前途命运的裁决 毕竟乌克兰的事情 应该乌克兰人自己来办 应该由俄乌之间去谈判 我们一直在期待 在战争与和平的道路上 应该选择的是和平 人类需要和平 不需要战争 这也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主题 那么和平成可贵 希望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满月之后能够尽早的结束 好了 本期节目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其他的节目更加精彩 也希望大家继续收看